上一集就和大家試著了 尖沙咀一間充滿科技的酒店 片尾就有和大家提及過 這裡還有一些很特別的主題房 當中有一間很適合我這些習男玩的電影房 而且那天前台還跟我說 這間房現在正在做優惠 可以時租2個鐘成為500元 其後每個鐘200元 而過夜就是1500元 所以第二天我就找我哥哥 一起幫大家看看這間房 到底有什麼玩 偽中產遊戲 話明電影房當然有PC PS4和Xbox One玩 先說說電腦 兩部機是用了特製的玻璃桌來做機箱 開機之後有七彩的LED燈透出來 都真心挺有趣的 這部機的規格是第八代i7CPU 16GB RAM GeForce RTX 2080的Display Card 我想市面上絕大部分的PC遊戲 都可以開到最高畫質 加上有目測超過30寸的曲面螢幕 以及華碩旗下品牌的機械式鍵盤和電競螢幕 對於我這些家裡的機器 整五六年都沒有upgrade過的人來說 在這裡打絕對是比我家裡好多倍的 這部機器本身就有裝到時下比較流行的PC遊戲 例如LL、Overwatch等等 另外一些職員就說是可以自己裝遊戲 所以你喜歡的話 Lock in你的Steam 裝一隻GTA來玩到絕對沒問題 PS4的遊戲主要是以VR為主 除了這三隻有碟的遊戲之外 本身Hard Disk裡面都有裝多另外幾隻遊戲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VR頭盔只有一個 即是說同一時間只可以有一個人玩 Xbox的遊戲就有這四隻 當中有Fever和NBA這些比較適合兩個人較量的遊戲 當然不得不提這個 據酒店官網資料所說 是有整包五吋的超巨型電視 用來打機 臨場感絕對比在家裡玩高很多倍的 另外正如我一開始所說 這間房間是可以過夜的 即是說這間房間是有齊全普通智能房的所有設備 例如可以控制房內所有電子設備的iPad 戴神風筒 Total高級智能碼桶等等 當然還有個個完全免費 有很多Donuts和飲品 兼且還有一部咖啡機的mini bar 是就連時租都有 感覺上回本些 而作為一間電影房 整間房的裝環是充滿科技感 不同普通房的一種大自然的感覺 由於上一集都跟大家詳細評測過普通智能房 所以在這裡就不再重複講解 想知道多些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看回上一集的影片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 整間房明明只有兩張酷筍椅 怎麼睡覺 這個問題我也有八卦問過一些職員 他就說原來椅後面的這棵牆 其實是一張隱形藏禮 如果過夜的話他們就會幫忙放下來 由於網上沒有時租的選項 所以我們那天是直接walk in 誰知道來到後前台就說當時已經有人用著 結果我們等了一小時才能進 因此如果想來玩的話 最好提早點打電話來問一下 不過好老實說 500元時租兩小時 我自己就覺得吸引力麻麻 我猜會比較適合在尖沙咀上班 下午想出來射網的人 又或者是喜歡玩VR的人 畢竟外面玩VR遊戲很多都收得挺貴的 相反我就覺得過夜的吸引力會大一點 話說普通智能房都要900元一晚 而兩個人住這間房每人都只是給多三個水 另外由於這間房只貼住dream room 來最近的黑房是隔了個走廊位 不是太吵的話應該都不會影響到人 找多三個朋友在開小型派對 除了開的價錢 分分鐘還便宜過去Party room或者K房 比較可惜的是 遊戲的數量略為少了些 還有這裡沒有switch 沒有適合四個人一起玩的遊戲 不是的話吸引力會更加高 好了今集集來到這裡 如果想看我以往試過的 其他香港酒店的影片的話 就可以按右上角的i字 我們下一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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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